我是来跟大家告别的 我要求退赛 此次录影 距离《我不是明星》上一次录制 时隔四个月 期间杨潇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杨潇父亲因癌症不幸离世 父亲的离世 让杨潇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 我录完第二期《我不是明星》以后 我就赶紧回北京去陪他 但是过了不久 我父亲就离开了我 对 就是前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作为家里一个 有担当的男人 我应该回家 因为家人更需要我 我应该留在他们身边 下台以后 南方黑芝麻糊捐献20万元 作为杨潇的梦想基金 帮助杨潇早日实现梦想 杨潇 加油 《我不是明星》播出后 王浩严波亚夫妇 迅速成为网络热点 这次节目 其实我也不希望他来 其实我是从心里头 我是不希望他来的 我觉得男人他应该 不长勺 所以说我觉得他不可能像 天天在家里围着老婆转 所以说涛哥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 太不男人 男人肯定他天天就是不希望 每天都在家里待着 他更多的是希望有很多时间 在外面去闯荡 而女人在家里头 但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今天你来要支持小雅 明白吗 我就说你这两天没事去买点 买点这个给他做点好吃的 因为我是觉得 我也是看着这个你的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这个关系 你把我这也拉来了 所以我才这个 才这个要才过来的 那我要不然我这样 那我就干脆我就走就完了 干脆我就走就完了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我就走就完了 我今天在我不是明星的现场和雅姐一块在录制这个节目 也是非常希望你来 对啊 我觉得下回这种事应该能够少点跟我说一声 上回孙涛就是运给我拽上台去 弄得我也特别尴尬 我今天不能跟你玩啊 你找别人玩去 干什么啊你 我现在不能跟你玩啊 我就是带了很多意思 因为我是天正所的有选择 综合证我就都带 这个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在外国家拍的 这首是我妈的 那个是我去澳洲报书带行玩的 然后后面这一排人偶啊什么都是我妈去埃及拍戏 然后带回来的 紧张 对 慌张 非常紧张 然后害怕 很复杂的一个 打鼓加上唱跳 加油 加油 不要出错了 我不是林仙 我是赵亦欧 欢迎收看全国首档青春励志真人秀节目 我不是明星 跪在黑阴阳 饿了鲜吃狐 本节目是由南方黑芝麻狐独家灌鸣播出 再次掌声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朋友的光临 欢迎大家 本期是我不是明星第七季的第六期 本场的四组选手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在这个台上 他们又会给我们请来什么样的明星嘉宾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登台表演 欧哥好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高丽文 我的明星母亲是演员王基 请问 今天有助人嘉宾吗 没有 你可以形容一下 你今天的才艺是什么吗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灵活的手指 我们一起期待高丽文的灵活的手指 掌声送给他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you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Sway me, take me Thrill me, hold me Bend me, ease m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掌声先送给妞妞考虑文 谢谢 Mama王吉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可是她今天没法到现场助阵了 但特别为女儿表演 准备了一个非常奇特的 而且很隆重的礼物 你想要知道吗 是一个助阵嘉宾吗 好聪明 谢谢 来我们大屏幕打开一下 看看今天前来助阵的是哪一位明星嘉宾 欢迎著名演员侯勇 侯勇的著名演员 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 告诉我谁是指挥官 我就是 大家好 侯哥好 大家好 我是妞妞的叔叔 王吉老师的朋友侯勇 侯勇老师 老戏鼓 一步一个脚越 非常扎实地演过来 所以在你旁边 你的朋友的闺女 现在也步入这个圈子 作为前辈 作为叔叔 你会给什么建议演戏 其实我对妞妞有一份担忧 我记得妞妞 美国读的社会学 现在回到国内 去做一名演员 其实差距比较大 第二个呢 你看现在的女孩子90后 演员首先 你要吃得起干演员的这个苦 所以说呢 你具不具备 做一个演员的基本素质 这个我是有待遇的 哎呦 不是等会儿 你是来助阵的 还是来拆台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她的长辈也好 是她妈妈的朋友也好 要把妞妞真实的情况 跟大家介绍一下 她觉得质疑你的基本素质 这样 我们请侯勇 跟高丽本来个演技考核一下 你又是老师又是前辈 这样吧 她随意 因为我做演员做了20多年 你在台上表现一下你自己 我看一看 就是具不具备 做一个演员的基本素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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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的怎么样 对你做一个演员还是有一些担忧 你社会学这么好的这个专业干嘛去干演员呢 大家知道什么叫演员吗 做一名演员不是说我有这个愿望 有这个想法我就能做的 你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专业演员来去看待 当一个摄影机对着你的时候你会很大 你的任何的表现观众都会看得很清楚 你这是无实无小品 那么首先你要让我们观赏者能看清楚 我还算半个专家吧 有两三个地方没看清楚 刚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演完了 我也不知道该演什么 所以可能不是演得特别好 这在找理由听我说完啊 这是你的表现力还是有一点问题 不够细心是你的不足 表演还是要再细致一点细腻一点 在这方面还要去加强 其实就是去加强一些对生活中的留意观察 他可不可以再有一次机会 他可不可以再有一次机会 我觉得刚才是点评他的不足 我觉得他如果说我还有好的东西 要表现给大家 不妨可以展示一下 我觉得侯大师可以陪我演一段 我陪你演一段 这样啊 我在小品里呢 我也你的父亲 你领着你的男朋友来见我 就这边 就这边 你稍微整理一下衣服 整理一下吧 帅 叮叮叮 回来 回来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爹 这是我的男朋友 姓欧 叫欧哥 多大岁数 多大一样 数什么的 数码 数码 比你女儿大一岁 这叫大一岁吗 我说欧哥 你是不是比我大一岁啊 我也属羊 我跟她一个属性 其实我说实话 她没多大 她30 我决定不了 等你妈妈从国外回来以后 让她再看看她 我什么时候回来 明年吧 明年 明年 明年我就50 你不是跟我说你30岁吗 我是说我看上去30岁 你胆怎么这么大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没跟她说实话 很可气 你要弄清楚啊 你今天来是什么身份来的 我是她男朋友 前男友 诶 欧哥 咱们做朋友吧 欧哥 今天你也别进门了 买张机票 想回北京 不 那就黄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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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倾城则令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这个极性小品来看呢 妞妞反应很快 很敏捷 也能够适应 这个都非常好 但是要多接接地气 多去接触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 反正说实话 我听到的难听话 也听得多得多了 反正那个 在演艺圈里呢 反应一般就是导演和制片人 对我的态度 就说难听了 就一般都是就是 丫头我要是用你的话 你妈能来吗 然后那个 我做演员得到零支持 这我已经习惯了 然后那个 反正 哭一鼻子 然后就 该过去还是过去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虽然 我不知道我以后的成就会有多大 我也不做梦 像以后会能像我妈妈那么优秀 或者达到她的那个位置 可是我觉得 反正我的态度是 只要我饿不死 我就会继续当演员 然后 说实话多么难听的话 也说不懂了 就这个态度 能够为梦想而坚持 有这份心 就很好 谢谢猴哥 谢谢猴哥 其实做演员很不容易 我觉得首先第一要坚持 第二要坚持 第三还是坚持 我跑龙套跑了12年 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我们再一次鼓励妞妞在演艺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远 也再一次掌声 谢谢侯勇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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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在黑阴阳 饿了鲜吃虎 本节目是由南方黑芝麻湖独家冠名 为爱而选 因爱而忧 本节目是由北京三鱼园爱丽忧奶粉特约播出 好蛋糕一定没有防腐剂 迷老头无防腐剂蛋糕 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 有请今天的下一位选手登台表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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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小雅 我的明星佳人是我的丈夫 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浩 她的丈夫 王浩上一次她来到了比赛的现场 但是她来并不是全心全意来支持自己的妻子继续在这个赛场熬战 而是想劝说她能够回归家庭 但最后好像王浩最后是走了 对 是的 从上一次她离开舞台 给了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之后 你们俩夫妻俩是不是进入一种冷战的状态 对对对 她就回到队里 然后我们也一个多礼拜也都没怎么见过面 今天有什么样的助阵嘉宾被你请来了 我今天的助阵嘉宾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一对明星夫妇 来 我们一起有请这一对明星的助阵嘉宾出场 欢迎厚振海 李婷 大家好 厚大哥好 厚哥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这位 你好 李婷 你好 你好 厚哥好 厚哥好 问一个问题啊 今天为什么这么隆重 一对 其实呢 我跟王浩小雅 是我们两个夫妻多年的朋友 小雅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就知道了 每次都收看 在第一期节目中 阵博雅为了追求自己的舞蹈梦想 而与老公王浩发生了较大的争执 其实我是从心里头 我是不希望她来的 男人肯定她天天就是不希望 每天都在家里待着 她更多的是希望有很多时间 在外面去闯荡 而女人在家里头 但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你把我这也拉来了 所以我才这个 才这个要 才过来了 那我要不然我这样 那我就干脆我就走去完了 干脆我就走去完了 干脆我就走去完了 我今天在 我不是明星的现场和 雅姐一块在录制这个节目 也是非常希望你来 对啊 我觉得 下回这种事 你应该能 早点跟我说一下 上回孙涛就是运给我 拽上台去 弄得我也特别尴尬 好 好 来了 过来 走走 你好 傅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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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小雅 这几期表现得挺好 我也都看了 你的表现呢 我也看到了 我听说 我听说那个 你上次转身之后 一个多星期了 你们俩一直就 没有联系 首先你没有跟小雅联系吧 也联系过 联系过 但是都比较 都都都都都都都在冷处理呢 都是其他的话题 现在小雅表现非常好 我觉得最后走向决赛很有可能 但是你也知道 因为确实是不太想让他这么操劳 这么辛苦 不希望他这么辛苦 对 不希望他再受伤 是吧 这我非常非常理解 但是 对一个妻子他的追求和梦想 你不支持他 就是最大的郁闷 你那么爱自己的妻子 他现在正在这个比赛 我觉得你啊 该支持的就支持 他喜欢做的事情 对他的支持是最大的爱 我觉得 咱们早一点 再去现场支持一下小雅 那他会多激动 会更加的爱你 是吧 我感谢啊 你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 说的舞台 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先 考虑考虑 再想一想 考虑考虑想想 再想一想 换了您是王浩 您支持不支持 小雅继续在这舞台上跳舞 有支持的因素 我从小雅这个立场出 画画点来讲支持小雅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这也是体现 这一个女人的价值 但是呢 我体谅王浩 王浩 世界冠军 她的工资 是吧 她的奖金足够支撑一个家了 而且她是心疼的妻子 跳了这么多年了 你已经成为我老婆了 你应该享清福了 对 是不是啊 是 我不同意 我觉得小雅她已经是 把家里的这个事情都做得很好了 孩子也照顾很好了 在这种基础上 我觉得她可以追求自己的这个爱好 这观点跟夫妻俩 你们俩不一样是吧 对 我比较支持小雅 上一次是李婷来祝好好友主任 对吧 对 这一次老婆来了不够 把老公一块拽过来 上次是因为拍戏 因为拍戏 我就一块来了 也就一块来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李婷啊 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 她非常厉害 因为她敢嫁给这样的老公 我看着她 她老爷一发怒 就比较吓人 那这样 我们请这两口子 现场堆一场 这个戏要不要 好 傅老师您行吗 前来助阵的 不行也得行 好 其实我们在家是这段戏 我自己从来都没试过 哦 那么现在我们就演一个 李婷版的 清深深雨萌萌 掌声送上 好不好 她不敢 我敢 老爷子 我发誓 我对天发誓 我真的没有一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如果我要是对不起你 我 我就脏雷皮 我出门闭车压死 独嘴 你的鬼话 连鬼都不信你 老天也管不着你 老天要要能管到你 你早就被雷劈死了 老天也管不着你 我能管得了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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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是被诬陷的 我是被陷害的 被诬陷 被陷害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 你把我的存折 都拿去去养汉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 我要带着儿子去做亲子鉴定 杜振华 你 你以为 你有那么多的小老婆 你在外边找女人 我就不能找男人吗 啊 掌声送给这对夫妻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刚才看着两位明星 也是两口子在这儿 说演戏也好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不知当讲不当讲 其实好像我记得 上次库老师来的时候 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 其实库老师跟李婷 你还是有点年龄差的是吧 差不多十几吧 我们俩最大的不同的就是 我呢 愿意守家 他就愿意出去玩 对啊 去逛街 对 那您怎么办 我就被动的 被动 被绑架 因为爱 是吧 那个谁小雅 你跟王浩平时 你们俩生活当中有这种 比如爱好上的这种发生 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们两个爱好也是 我跟了他以后 我的爱好 什么叫你跟了他啊 就成了他的爱好 他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 现在 跟了他 这词多么质朴啊 你听 啊 多么质朴啊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抛给来 助阵的这对明星夫妻了 这个王浩上一期的事 二位一定也知道了 知道 所以今天二位来 我就想特别想问一下啊 你们对这个是什么态度 我当时看了 我觉得王浩走了 从小雅这个角度上来 我觉得挺抱不平的 我觉得王浩这样做不合适 我觉得也太大男子主义了 我的观点 跟王浩呢 有些接近 我一直呢 主张 女人 在家里边 结了婚之后 在家里边相互教子 因为呢 当今社会 或是过去 做妻子的家庭负担太重了 王浩你还要出去打拼 你把女人累死啊 对啊 我不同意 我觉得你看小雅跳舞的时候 多么幸福啊 因为她在追求她的事业 她在实现她的价值 她觉得她自己 是做一件最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小雅是很幸福的 她有权利追求她的幸福 我不同意 说你在家 也很幸福啊 我讲一个感受 婷婷有几次拍戏 也这样 哎 正好感受那个我在家 我就要照顾孩子 孩子还没有上学 我那一照顾就是 帮月二十天呢 就是感受到 她不在家的那种 也是 就像失掉一个臂膀 哎 就家里边没有帮手 只有我一切 就是面对孩子 孩子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 就不如她在家的时候 哎 这个事她搭把手 那个时候我搭把手 哎 就是特别的融合 但是我怎么 之前在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是这么说的呢 那你就是说 还是不支持我出去工作 是吗 是啊 我不支持你公铺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哦 說完回家可就过不下去了 我这话没说完的 说完了就更严重了 没有 呃 我还是支持的 不支持我 那早就打翻天了 对不对 这生活中就充满了矛盾 你的理念和你想要的是吧 是一方面 现实生活中又是一样子 我真的很希望 刚才扣老师那番话 也是他的好朋友嘛 对吧 老大哥 扣老师的话 能够被王浩听到就好 对 没准 我在这儿 给您和这个观众朋友 透露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王浩 小雅 这次还真的来了 现在 他在哪呢 在后面的休息厅 正看着小雅 这期节目 您是说 他说今天又来了 而且在后面休息厅 我们刚才前面所有这一切 他都看到听到了 您的话他也听到了 对对对 应该是 应该是 嗯 我觉得就是说 不如做一件事 或者一个行为 我觉得王浩今天能来 嗯 那就说明 他对小雅的关系 小雅王浩来今天没有跟你说 对 好 但是现在 柯老师说 其实他又来了 而且就在后台做了 那这样 我想先请小雅把今天 他的个人的才艺 先表演一下 表演完之后 如果说王浩 说哎呀 那我既然来了 我还是跟上台 跟跟跟妻子 跟大家见影见面 我们就把他请上来 但是我们不勉强他 大家说好吗 好 好 谢谢大家 那这样 我们就问问小雅 你今天准备的是什么样的才艺 也是一段比较有难度的舞蹈 然后我们在排演过程中 有道具 也摔坏了几把椅子 然后为此 我的舞伴受了很多伤 所以我希望一会儿 能有一个很完美的表演 呈现给大家 那好 那我们先请 扩老师 请李婷到场下 好不好 你们作为主任嘉宾 一起来看下来的表演 好 我们再次用掌声 鼓励一下小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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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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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